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的是很有讲究的 他分等级的 没有公民的人 不是官的人 他不能带高帽子 只能带凭着他的帽子 这个带着高帽子的人 这是一个官农业的官 农业读啊 农业听啊 农业教啊 那些官员 专门农业的 因为叫周王州啊 发振农业是发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甚至啊 他是把这个农业提到了一个政治层面 与公共已经记得的一些政权呢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委任了好多人去灌农业 王位继承 到这个大师的收尾的景面之际了 要就是说 今天呢 吴谢苏子这个地方呢 信修水利 塔利的发展了农业事业 所以后来为了祭奠他 就去造了一个太不妙 从这个大师呢 可以看出走王州的人对农业的忠实 所以他就认识了很多的人 关于农业的官 下面呢 我把这个不同文体的这个字的写法 内容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家伙盆里面 其中一捆呢 就是我们感觉看到的那样子 这是一个田 这儿就剩了一个 拿着一个棺子 这是一个手拿的根棺子 尖度 墙壁楼里 在田里面 充实农业生残 第二款写法呢 和这个字呢 差的不是太大 这儿也是个田 他这个地方的写法呢 手有点差 差距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 他拿着这个东西 它这个地方是弯曲的 他这儿写呢 它有点这样过来 把这个手呢 这样子 第三款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就是一个 带着高帽子的管员 在这个田里面 来管理农天的事情 这是个带着高帽子的 还有一款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呢 所以这个呢 它也带着高帽子 在经文里面 它这个写法呢 和家伙文的写法呢 差不来太多 它所谓这边的下子 田字呢 它写成这样子 这边写成这样子 这个带高帽子的人呢 它写成这样 这是带高帽子的管员 这是周朝早期的写法 它周朝中期呢 它这个字呢 所谓的变化 它这个字呢 它有点斜钩的 这个人呢 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地方 所谓的变化 周朝中期 还有一款 它写成这样 它这个田底下也是写了一个圆弧心 它把这边那个管员呢 写的一个呢 写的一个呢 就变形变妖了 这可能文字在影编过得难了 或者书写的人呢 写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些偶变就造成了 周朝晚期的时候啊 这个字呢 它就是变得更多了 到小专业时期呢 这个字呢 它写成这样 田 而且是写成一个田 帮一个带高帽子的管员 它写成这样一个字 底下呢 它走到呢 田边区 写了一个架 这就到田边区四叉 写了这样子 这就是小专业写法 绿数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应该做这个字 引编过来的 现在这样啊 这个字呢 是在孔舟贝 就是汉朝的那个孔舟贝里面 写成这样一个字 所以这个开树呢 就是由这个字引编过来的 所以开树的一切成这样 这是开树的写法 所以这个字啊 它的本意 最主要的就是趋势楼里 干农华的管理人员 后来呢 就是范子 就是那些管理农市那些冠 衍生意呢 这是由材质出众的意思在里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